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对于人们来说,运气不可能一成不变,在某些年份中,可能运势会特别糟糕,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没有办法顺风顺水,但是在转运年份到来之后,人生便会辉煌腾达,轻轻松松就能够在很多方面取得好的成绩。 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,十年大运交运时间查询表。 十年大运 大运流年表中的大运,往往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,而流年主要是看待某一年运气的好坏,所以周期是一年。 流年会管理一年的运气,而大运会管理十年的运气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日,对个人的运势进行判断了解。 大运往往是以三天为一岁,一天为四个月,一个时辰为十天来计算。 所以,这里的十年并不是大家普通意义上的十年,与大家传统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别,按照大运流年表具体的时间标准,就可以对自身的运势有着明确的认知。 人们往往在十年,会出现运势巨大的逆转,三年可能会出现运势小幅度的变动。 一旦即将到达运势临界点,大家就应该及时调整个人的状态,要做好全方位准备。 准备举措 判断自己,接下来三年,或者十年内,运势是好是坏,可以根据当下的处境来判断,如果上一个三年,或者十年,运势特别糟糕,那么在下一个阶段,自然就会迎来好运。 一旦进入运势逆转阶段,必须要让自己变得踏实努力,好的机遇犹如指尖流沙,白居过细,一不小心就会从身边悄悄溜走,万万不可不要将宝贵的时间花在谈情说爱,或者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上。 毕竟好的运势是可遇不可求的,一旦流失之后,就要等待漫长的时间,才可以再次迎来,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,在一生之中也不可能一直处于好运阶段。 如果迎来的下一个阶段,是运势特别差的时期,那么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,应该想办法把危害降到最低, 要努力维系稳定的生活状态。 注意事项。 在运势旺盛的阶段里,千万不要沾沾自喜,洋洋得意,不要看不起别人,更不要陷害别人,还要低调内敛,要努力取得丰硕的成果, 还要想办法在这段时间,抓住更多优势资源,这样才能够让今后的发展,变得更加顺畅无忧。 在运势低迷的阶段里,要保持强大的自信心,千万不要选择颓废躺平,还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,想办法让自己的处境变得稍微耗一些。 当然也可以化解厄运带来的负面影响,平时应该多穿暖色调的衣服,或者是在身上佩戴红色绳子,皮袖,以及葫芦等饰品, 这样都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,不至于让生活特别艰难。 总体来看,不管运势是好是坏,大家都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,没有必要把问题看得特别严重,只要能够用心过好,当下的每一天就足够了。 运气,看似神秘莫测。 其实,无论是好的运气还是不好的运气,都是有迹可循的,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,都不会无缘无故的,都是有一定的因果的。 当一个人,有以下这几种迹象,往往预示着走大运的开始,独处时,能够约束好自己。 曾国藩说,自修之道,莫难于养心,养心之难,又在甚独。 一个人,在独处时,很容易放松自己,甚至放纵自己。 人,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的私欲。 在独处时,也是最容易难以抵抗人性深处的诱惑。 比如当夜深人静,一个人独自过马路时,很容易闯红灯。 一是觉得没有人监督,反正没有人看到。 二是觉得车少,闯一下也没事。 越是人少的时候,越是容易违反坚持很久的原则和底线。 比如,一个人在家,就很容易变懒,饭都懒得做,可能好几天才拖一次地,甚至连洗澡都懒得洗。 比如在夜深人静睡不着时,很容易就压制不住内心深处的欲望,去浏览不良的网页或视频等等。 总之,越是独处的时候,越是容易无法约束好自己。 当一个人,在独处时,依然能够很好地约束好自己,坚持原本的原则和底线,洁身自好,非常地自律。 那么,他的好运也就逐渐地到来。 贵人不断上门。 当好运来临,总会有惊喜不断出现。 尤其当要解决一些问题,很快就有些贵人相助。 比如刚开始烦恼孩子的上学问题时,就很快有好朋友过来给予建设性的建议。 当你为准备到来的房租而烦恼时,突然就有亲人或其他朋友,给你赚来了一笔钱,马上就解决了你的烦恼。 有的时候,一件好事来临,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,都是好事不断,身边总有贵人出现。 当然,贵人不断出现,也不是无缘无故的。 往往也是源于你,之前积累的好人缘等带来的。 越来越友善尽心,责任心强。 当一个人,越来越友善尽心,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勤劳。 曾国藩说,千古之圣贤豪杰,即兼雄欲有利于侍者,不外义秦字。 天道愁秦。 有上尽心,勤劳的人,往往运气都不会太差。 一个人突然变得有上尽心,突然变得勤劳,往往源于开始有责任心。 就像一个男生,在没有成家前,是对责任心没有太深感受的。 但在成家后,尤其有了孩子后,他的责任心就会开始越来越强。 从此,开始变得越来越勤劳了。 这也是一个人真正变成熟的开始。 拥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,一定也会过得越来越好,好的运气也会很快到来。 感恩你的观看。 此文若有谬误,我皆忏悔。 此文若有功德,普皆回向。 愿须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,都能离苦地乐,消三丈诸烦恼,得智慧真明了。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,喜欢,请您关注佛语,或留下宝贵建议。 别忘了把佛语分享给你的朋友,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,一起见证光明。